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1月12号,王兴浩跟深圳旭下的另外盘王棋 这盘棋,深圳旭直黑,王兴浩直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开局呢,黑棋错角木大跳,白棋挂角,黑棋也挂 然后白棋先飞压之后再夹击,黑棋往右边夹 白棋靠压,黑棋跳一个,各走各的 之后白棋出头,黑棋肩顶,白棋连落,黑棋再飞 那底下白棋就没有围空的空间 之后白棋拖肩,手脚,黑棋往左下做活 这个形状最近的棋局也是经常能见的 之前我们也讲过,白棋可以往两边挡住 挡在脚上的话呢,就是让黑棋往边上做活 实战白棋外面拐住,那黑棋贴住 这个棋的话,白棋补棋的方法也比较多 粘是一种,粘的话呢,更厚,但是会落后手 实战白棋小尖,就是想针先手 然后上面压过来,黑棋点刺 这个棋反正白棋补的话,以后黑棋长一个威控 实战呢,白棋脱先,这个地方先往右边打入进来 黑棋逼住,然后白棋再往脚上点 留下来一些味道 大飞出头 这里黑棋跳,白棋飞 还是想快速的把黑棋给围进去 不过,这个是大飞的形状啊,稍微有点薄 黑棋靠出 这个时候呢,白棋如果说反击 斑断的话,并不是很严厉 因为黑棋联络 白棋沾,黑棋沾上 下一手棋的话,白棋飞风封不住 会被黑棋给铐断 然后白棋这样铐压出头的话呢 又被黑棋给搬出来 白棋同样也断不掉 自己右边还多出来一块鼓起 所以说这个棋,白棋暂时还不能用强 实战白棋点刺 点刺完之后再斑 黑棋长一个,白棋沾上 黑棋再断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复杂战斗 不过下一手棋,白棋这个单长啊 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这个棋右边显然非常的危险啊 所以说为了出头更加容易 应该先打持 然后压过来之后 再不断 这样的话呢 黑棋中间这三颗子拐头 封锁白棋 首先白棋以后还可以往前跳 右上角的话 白棋点在这儿 黑棋就算贴住以后还有棋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呢 白棋这里作战会非常的主动 自己又非常容易活 又拖着黑棋右边这条大龙 然后还拽着黑棋外面这四颗子 黑棋脚伤还得补 显然是黑棋的麻烦更大 实战白棋敞一个 中间虽然说更扎实一点啊 但是让黑棋挺头的话 这里出头就变窄 然后白棋选择是跳一个 我们来看先靠压行不行 先靠压的话呢 那就跳不到这一下了 黑棋可以小尖封锁 外面非常的完整 白棋搬 黑棋还可以反搬 站上的话 黑棋补脚 这种右边啊 白棋也很难办 断打的话呢 吃掉这颗子 黑棋可以反打完之后跳回 那白棋目前还是只有一只眼 旁边还有这个冲断 白棋如果说 这样打吃让黑棋沾上的话呢 那白棋举步不活 跟这个里面黑棋想形成对杀的话 白棋也不太乐观 所以说白棋还是先跳出 不让黑棋直接封住 黑棋冲一个 白棋再靠压 接下来黑棋挖 挖完之后冲 下手棋白棋降了很多的胜率 这个棋 白棋的主要目标 不是别的 就是应该往右边做活 不管活的多惨 只要能活 白棋就可以满意 因为这里本来就是黑棋的空 所以说白棋应该拐下去 黑棋搜刮掩位的话 白棋就打吃 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杀不了了 首先黑棋要是刺过来破眼的话 那白棋外面搬 脚上还可以穿下去 这样黑棋自己已经出现问题了 黑棋要是补在外面的话 那白棋顶住先手 冲一个先手 虎一个活了 因为黑棋顶住 白棋提掉 两眼活棋 这样白棋满意啊 黑棋还得在右边后手捕活 所以说应该拐头啊 实战白棋 搬完之后被黑棋团住先手 直接就断上来了 白棋再冲下来 这个效果跟刚才相比的话 差一点 因为白棋外面是比较损的 让黑棋全部给断开了 接下来黑棋往二路漏破眼 这个地方呢 白棋倒是也能火 因为往二路小间的话 首先搜刮黑棋脚上的眼 黑棋要是赶仗去破眼的话呢 以后白棋冲上去 还要反杀黑棋这一块 黑棋外面补棋的话呢 白棋沾先手 打持 黑棋顶住 白棋挖完之后 再往二路飞 还可以再便宜点 但黑棋补断的时候 白棋再提 也是两眼火 这样呢 效果稍微差一点 但是能火的话 白棋就亏不了多少 实战白棋往外面冲 冲完之后长 黑棋跳出 首先这里啊 白棋又多出来一块鼓起 而且 这几手棋的交换 就使得白棋右边这里做活 已经不可能了 白棋再小间的话 黑棋立 白棋沾上 黑棋拐回 脚上这个地方 现在去断打完之后 白棋是没有办法扳的 会被黑棋直接给吃通 力的话呢 被黑棋贴下去之后再断 这里全部连通 那白棋这个棍子也就死掉 所以说 这个棋本来是近火的棋 被白棋这样走一走之后 变成近死了 那就不用看胜率了 这里白棋肯定是血亏 接下来呢 白棋就直接往这儿 罩住 希望收紧黑棋的气 让黑棋必须要面对 这个收气吃的问题 然后中间 奄奄实实的包扎住 从而围住 左边的巨孔 这个是白棋 剩下来的这个希望 然后呢 黑棋反正就往两边钻 这里白棋也分不断 肩顶的话 黑棋可以跳回 实战白棋上方拆边联络 然后黑棋再往中间钻 尝一个 白棋如果说 靠段上面这几颗子的话 这个吃棋 收获也比较有限 因为会落后手 被黑棋往中间贴住 等白棋封锁的时候 黑棋这里只要先手长出器 那再往里面去打入 也来得及去做活 实战呢 白棋直接飞锋 黑棋冲 白棋扳 黑棋反扳 白棋断 还是先把黑棋给包住 黑棋断打 贴住 白棋往这顶 这个棋补的形状很差 普通来讲的话 就是拐打 顶在这呢 是为了紧气 方便以后在里面 有一个结针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实战 黑棋挂脚 白棋肩顶 然后往中间顶 黑棋打持 白棋站上 这里呢 黑棋要注意 如果说啊 黑棋把这个潜在的结针 给补掉 双在这 可以补 那让白棋右边这手 沾变成先手之后 白棋就要往底下靠段 去在右边活棋了 所以说黑棋 接下来 不管怎么补啊 都不能让白棋 右边这个沾成为先手 所以说黑棋双一个 这样的话呢 白棋如果说再靠下来 断 黑棋可以这样联络 因为上面虎一个就回家了 白棋要是打持的话 黑棋二路打 白棋再虎一个 黑棋沾 这样的话 白棋还是死棋 最多是右上角 这里有些搜刮 不过这样下的话呢 给白棋中间留了一个 挖完之后断打的结针 但是好在 现在对于黑棋来讲的话 白棋 有一个本身结 提过来之后 黑棋也可以找到本身结 这里冲出来 白棋打黑棋代替 那下一枚 一节才白棋 就找不到比较合适的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也是 直接把这儿全部给撑住 接下来的话 白棋开始往左边搜根 现在白棋反正随时可以引爆这里的这个结针 最好呢 是让黑棋左上角 这几颗子越走越多 然后越走越重 被白棋全部包围的时候 给白棋留下来结财 然后白棋就引爆中间的这个结针 这个是白棋的一个想法 实战黑棋是靠住 白棋长一个 这里白棋走的也是非常的冷静 如果说搬的话呢 黑棋倒也端不上去 因为白棋两边打吃 虎一个先手压过来之后啊 这里对杀明显是黑棋气更少 但是呢 以后黑棋这个外面各种段 借用会变多 所以说白棋实战是选择长一个 然后连回家 这样黑棋没有任何的借用 黑棋往上方飞 白棋就分段 飞一个扳 黑棋断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完之后 再打这里就形成一个结针 白棋如果说现在去断打开结的话呢 那能找到的结材中间这里 算一个 但这个结对于黑棋来说的话 还是小了 黑棋可以消结 等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把右边这一大串连回 那白棋右边还是死掉 上面还得在后手补 比如说走了半天啊 黑棋把左边的空一掏 白棋只是吃住中间这三颗干子 这个收获就太小 所以说直接开结的话呢 白棋还是找不到合适的结材 实战白棋干脆就先挤一个 这个先挤的话 怕以后挤不到 挤完之后呢 再沾 这样给黑棋上面留下来两个断点 黑棋左边这里连是连不回去 只有想办法做活 接下来黑棋往上面顶住 二路班打吃 扩大眼位 再飞 白棋靠近去破眼 这里黑棋如果说冲的话 就没有什么必要 白棋断打完之后打持 黑棋也不敢沾 不然的话被白棋打出完之后 沾上长气 等黑棋拐住封锁的时候 白棋比里 就把这五颗子给反杀了 所以说黑棋还是得这样 反打完之后作演 那与棋走成这样的话 黑棋倒不如直接选择搬 还是少损失一些 白棋断打完之后 黑棋沾上 下一手棋 其实白棋也杀不了黑棋 这个地方如果说非要点进来的话 黑棋可以打持 沾上 然后白棋断打黑棋再沾 这个地方 就算白棋往中间扳断黑棋的话 黑棋倒也不怕 为了防止白棋往左边这里断打破眼 黑棋可以自己去补一手 这样看得非常清楚 白棋就算再断打 黑棋提掉 白棋跑外面 黑棋上面还有只后手眼 也是两眼活棋 而且黑棋补了之后 中间也没有棋 打持的话 黑棋反打 白棋提截 黑棋再把这里吃通 右边黑棋还是全部连通的 这样黑棋两边都可以安全运转 那实战呢 白棋就选择沾上 黑棋坐眼活棋 白棋再顶住破眼 黑棋虎一个 白棋二路断打持通 在左边 黑棋算准了是先手活棋之后 再往中间补一手 彻底消除这里的隐患 走这儿呢 白棋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棋如果说继续走下去的话 白棋往左边挤一个 那黑棋粘上 白棋点进去破眼 黑棋挡住 断打 黑棋再粘 想杀棋的话 白棋只有破掉左上角这只眼 但是当白棋打持的时候 黑棋中间这里冲断 又出棋了 白棋上面这一串 要后手吃通 被黑棋往这儿跳加 三颗棋筋 直接死 那黑棋全部连回 张下白棋的空肯定是不够 那这盘棋呢 白棋的问题主要就是在右边这里啊 有几次可以做活的机会 但是白棋都没有把握住 实战白棋出现失误 被黑棋进杀之后 这个棋已经很困难 然后白棋拼命的想围住 左边这里的空 但是黑棋也是简单的打入进来 中间呢 也没有被白棋给拖住 最终黑棋 又保证右边不出棋 又保证左边做活 那这样的话 白棋就彻底不行了 好 那这款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